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日語的五十音 很多人都說 五十音就等於英文的ABCD 就等於中文的BPF 其實不對 五十音比ABCD跟BPF更重要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看這個 英文是這樣子 你會ABCD的 你還是不會唸 因為你還要學音標 你要把這個學起來 content 對不對 你這樣子沒辦法 你ABCD學完 你沒辦法唸英文 你沒辦法唸英文歌 BPFN 你BPFN學完也沒辦法 因為你還要學 UOOO EOO CYU去 對不對 可是呢 日文呢 不用 日文呢 很簡單 日文都是獨立的 所以呢 以日本人的唸法來唸中文會變成這樣 好 我們是不連起來的 不要連起來 會變成 UOOEAUCYU這樣子 日本人講的日文就是 UOEAUCYU 那日本人聽起來就知道 哦 我要去 那日本人講英文會變成 CONTIN 就這樣 就變成content 哦 原來呢 日文的五十音就是因為它每一個音都是獨立 它不用再合起來 所以呢 它就顯得比英文的ABCD 比中文的BBCD更重要 因為它不用合起來 它每一個字都是獨立的 你學完五十音以後 你要講的日文還是獨立的 所以呢 五十音呢 比英文的ABCD 比中文的BBCD更重要 就是因為它是獨立的 因為它都獨立發音 它不用合起來 所以呢 每一個字都很重要 反過來說 就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學完五十音 就所有的日文歌都可以唱 所有日文你都會講 跟英文不一樣 你學完ABCD 你學完BBCD 都不能講話 因為你還要學合起來的音 所以日文之五十音 之所以這麼 這麼值得 這麼好學 這麼值得學 就是因為它不用再合起來 學完就好 所以呢 你要有個概念 原來五十音 就是比BBCD更值得 就是因為它不用合起來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五十音 我們看一下五十音 當我們在看五十音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課本的五十音表 五十音表的地方 首先你要看五十音之前 在課本當中 它有一個平甲名字緣 平甲名字緣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字是從這個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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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找到 這個字緣 這個字緣對你會有一點幫助 比如說安這個字 阿這個字從安來的 有點像 對不對 有點像 然後它的字緣不一定是全字 它可能是部分 你看 加這個字就從左邊來的 卡加的左邊 所以它不一定 Key就是擠的裡面 所以它不一定 不一定全部 可是它基本上 就是從這些字的形紓體 你會發覺 怎麼跟有一些字好像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它是用形紓體來挑的 從早期的形紓的字挑過來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 在我們剛開始都一定是學平甲名 對不對 平甲名 然後再學片甲名 好 片甲名 OK 平甲跟片甲 片甲名 OK 平甲名就是從形紓來的 片甲就是從楷書來的 所以你看 片甲名都是比較正方方 那 平甲呢就會像 阿來阿去 阿來阿去 OK 既然有甲名 那就一定有真名 對不對 它就一定會有真名 既然有假的 就也會有真的 哦 原來真名就是漢字 我們的漢字呢 在日文當中就是真名 以前的漢字就叫真名 可是漢字太難了 日本人說他看不懂 所以再由漢字 編成的平甲名跟編成的片甲名 那你知道嗎 其實最剛開始出現的是片甲名 剛開始是先有漢字 再有片甲名 然後片甲名後來是都給男生用 女生都用平甲名 因為平甲名比較柔和 看起來比較柔和 後來都是給女生用 可是語言的演變 一直往簡單的地方去 所以片甲名後來就變成越來越少用 後來就變成平甲名 而片甲名專門用來注音 所以漢字的旁邊注音用了 後來變成這樣子 到了現在才變成片甲名是用來寫外來語 就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最剛開始是漢字真名 在片甲名 在平甲名 但是語言由男的往簡單的地方流去 所以現在就變成平甲名是主流 而片甲名是注音 注外面的 這是簡單的這個想法 所以五十音你一定要背起來 背起來它很值得 就是你只要背完五十音 你就所有日文歌都可以唱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一定要把五十音背起來 我們往下看 接下來你背完五十音之後 你要幹嘛 你要開始寫五十音 就是你把五十音背起來之後 你就有辦法上第一課 你五十音背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 你背五十音的時候 每一個發音都要很標準 英文ABCD你唸對 唸錯還好 因為你要學音標 可是日文的五十音 就是它的音標 所以唸五十音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唸好 而且我跟你講 講一個好消息 台灣人沒有日文不標準的 沒有人日文會不標準 因為日文的發音 對我們來講不是重點 而日文的重音才是重點 OK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日文的五十音 來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五十音 我會提示一些重要的地方讓你看 你要唸的時候 你要唸的時候 你要寫的時候 要唸的時候 你就按照我提示的地方 你下去寫就好了 OK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字 第一排就唸成 A E U A O 注意喔 注意的是這個 U的音 千萬不能唸成 A E U A O 那是英文喔 什麼時候可以唸成 A E U A O 這個 U 什麼時候可以唸嘴巴 只有兩個時候 第一個就是唱歌的時候可以唱 U 第二個就是你講錯的時候才會唸成 U 第一個唱歌 第二個你講錯的時候 這個注意喔 這個絕對不可以U 這個這樣輕鬆唸就好 A E U A O A E U A O 唸一下喔 好 再一次來 A E U A O 好 輕鬆唸喔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寫法 你要注意喔 寫法很重要 你要注意喔 我們看 R 這個字 A E U A 這個字喔 你寫著要注意喔 不是隨便寫的喔 不是隨便寫的喔 嗯 好 筆畫要注意喔 第一筆過來對不對 下來 這樣子 過來 好 注意喔 畫一條線過來 這三點要幾乎在同一個平線上 不能差太多 你不能寫成 這樣不行喔 好 這樣也不行 你畫一條橫線過來 這三點要幾乎在同一個平線上 而呢 這裡一定要凸出來 好 你趕快寫 來 這三點要同一個平線上 而這裡一定要凸出來喔 這個字唸成 A 好 這個字唸成 A OK 好 這是第一個字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字 好 你寫一下 A A 第二個字 E E E 好 E 這個字呢 就是我們說的 水井就是 E 的意思 水井就是 E 好 就這樣寫 就這樣寫 A E 好 A E OK 所以呢 符原愛呢 符原愛呢 它的日文呢 就是愛講 有沒有 好 所以呢 這字呢 就唸成 愛 好 這個字就唸成 愛 OK 好 這樣子 好 這個字呢 好 這個字呢 好 這個字呢 你一定呢 這個地方不能太尖 好 這個地方不能太尖 改一下顏色 你寫 U 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不能太尖 好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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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這個字呢 好 這個字呢 好 我們有什麼例子可以看呢 哦 講話 講話呢 就叫做 E U 你先抄 講話就是 E U 好 見面呢 就是 A U 就這麼簡單 你看哦 我們光學兩個字就可以寫 寫動詞寫出來了 好 學三個字就寫動詞了 也寫出來了 好 講話跟見面 OK 再來哦 A U 再來 下面這個是 A 好 這個字唸成 A 好 你筆劃注意一下 筆劃注意一下 OK 過來 這樣子 下去 繞圓路回來哦 然後再來過來 A A 好 這個A 各位 這個A呢 就是一個單字哦 這個A就是圖畫的意思 A 就是圖畫 A I U E U E 千萬不能獨嘴巴的U A I U E OK 我們看一下 A A有什麼單字可以看呢 嘿 我們看一下 我家 我的家就是 一夜 我的家是一夜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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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不是 就是 一夜 一個是一夜 一個是一夜 要拉兩拍 這拉兩拍 兩個一 一夜 一夜 OK 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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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A I U E O O 照額 這個字你要千萬要小心 橫得過來對不對 直了下去 這一樹是直的哦 全直的哦 全直的打圈圈哦 好 全直的勾過來 很多人為了歪這個 這樣子 很難看 因為它歪掉了 所以你是要全指的勾過來 要全指的 然後再點一個點 A-I-U-E-O 歪 歪 歪 OK 我們看一下歪 歪這個字 比如說 藍色的就念成 A-O-I 藍色的 A-O-I A-O-I 有沒有 日本人說Michael Jackson最喜歡什麼顏色 因為他說Michael Churston最喜歡藍色 因為他每次唱歌都 AO 有沒有 AO 藍色的 那多的呢 多的呢 用成 兩個O A I U A O 好 再講一次 你這個直的這個下來不要歪 這個樹絕對不能歪 歪的勾過來勾過來 這樣才會漂亮 A I U A O OK 好 我個字背下來 A I U A O 輕鬆唸就好 A I U A O 還有不要唸成A I U A O 那是台語 你要習慣日語的重音 所以不要讓自己唸A I U A O 就難聽啦 要唸成A I U A O 這樣比較好 A I U A O 就是不要唸成A I U A O 那是台語喔 OK 再來我們往下看 下面這個字 OK Ka ki ku ke ko 我們把每個字呢 都先寫過一次呢 你會印象比較深刻 Ka Ka 這裡也不要太尖 這裡也不要太尖 不要太尖 這樣子過來 不要太尖 卡 各位 卡這個字就有意思 卡這個字是蚊子的意思 一個字就可以叫蚊子 一個字就叫卡 就這樣而已 卡 OK 卡 OK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憨字可以寫 比如說 紅色的 就念成 阿 卡 伊 阿 卡 伊 就是紅色的 赤 就是紅色的意思 那蚊子 蚊子就念成 卡 キ 蚊子就念成 把它寫好一點 卡 キ 卡 キ 卡 キ 是我們等一下要叫那個字 キ 我們看一下 下面那個字 念成 キ OK 這個字你寫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 直橫的 橫的 直的下來 卡 キ 我們剛剛寫的那個式子 就是念成 卡 キ 卡 キ OK 那 我看一下 OK 來 我們看一下 Ki Ki 這個字 OK Ki 這個字 就是要看 卡 キ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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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Ki k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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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如说空气 这么好的字 空气 空气就是空气 空气 OK OK 什么东西很空 空着的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动词 是一个动词 这个词能念成 这个词念成 下来 过来 然后有一点写写的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水池就念成 水池就念成 这个字我们常常看到 汉字就写成 子 因为日本人觉得 女生这个子的音就是要她乖乖的意思 乖乖啊 就等于我们中文哪个字 就等于我们中文的俗这个字 俗汇俗文啊 俗灵就是等于俗 日本人看到 co的感觉就是我们台湾人看到 酗这种感觉 看汉字的那种感觉 就是俗这个字 co ok 那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如果你要说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就是讲 co co here こ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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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这里こここ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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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i ku ke ko de ko ok 那如果你说 你给我过来 滚过来 你可以这样讲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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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过来 koi koi 那鲤鱼呢 鲤鱼也是念koi 哦 翻译是一样的 都是koi koi koi 你给我滚过来 也是koi 鲤鱼也是koi 好 ok 那我们看一下 所以呢 这十个字哦 a i u e o ka ki ku ke ko 这样ok吗 a i u e o ka ki ku ke ko 好 那我们看一下看 嗨 嗨 你看这里哦 sā 有没有看到这个sā 有没有看到这个ki 你就是把ki sā 本来是ki 本来是ki 有两横嘛 对不对 两横 本来是这样 二三四 对不对 那你把它sā 把这一束 把它sā掉 就变成这个 就变成sā sā 就这样背就好了 sā sī sī sē sō sā 就是呢 把ki sā掉一横 就变成了sā ok sā掉一横 就变成sā 所以呢 sā sī sī sē sō 哦 这个很好用哦 好 比如说呢 早上就念成sā 早上就念成sā sā sī sī sē sō s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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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们再看 sā sī 哦 我们台语说 有些人sī s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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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西 就這樣唸 獅子 但現在外來語叫來翁 可是以前就唸成西西 所以一西 西西 三西 下面這個字呢 各位 下面這個字呢 以前也可以這樣想 有一杯水 裡面插了一支樹供 有沒有 溼 樹供嘛 溼 三西 溼 各位 這個溼是這樣寫 一樣 直的下來 都不要歪 然後打圈圈 下去 沙西西 一樣 不能嘟嘴巴 沙西西 沙西西 OK 好 斯 所以有什麼字可以看呢 我們看一下 喔 斯這個字喔 好 比如說呢 好 意字 就唸成 伊 斯 伊 斯 就唸成 伊 斯 好 伊 斯 好 那明日呢 明日 就唸成 阿 斯 阿 斯 好 伊 斯 阿 斯 好 那你要吸東西 喝飲料的 吸都吸 唸成 斯 呦 好 這是一個動詞 斯 呦 斯 呦 斯 呦 OK 好 斯 呦 哈 伊 沙 西 斯 好 下面那個字呢 西 那個字唸成 西 好 這個是我們 西改的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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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就比較沒有什麼 三 西 斯 西 蘇 蘇 這個字呢 它是這樣寫的喔 一 二 有沒有 一撇而已喔 這樣喔 一 二 好 有另外一個寫法 你可以這樣寫 兩個都可以看你要寫哪一種 音 嗯 這樣也可以 還是這樣也可以 三 西 斯 西 蘇 蘇 三 西 斯 西 蘇 來 我們看一下 嗯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寫呢 所 子 就是那裡 所 子 那裡 OK 好 所 子 再來 阿 所 子 就是離我們兩個人都遠的 那裡 那以後你會知道 so-kun 阿 所 子 有點不一樣 所以一個是 so-ko 一個是 阿 所 OK 好 三 西 斯 西 蘇 OK 好 三 西 斯 西 蘇 所以各位我們看一下喔 好 這十五個把它背起來喔 阿 伊 呃 エ オ 卡 キ ク ケ コ 三 西 斯 西 蘇 好 先背這十五個喔 加油囉